而另外呢 现在世界像个地球村 这个状况在新竹县宝山乡得到了见证 在这边只有一万多人口 不过外籍配偶就占了三百多人 来自十二个国家 真的就像一个小型联合国一样 有外籍配偶来台定居太久了 他们说国语竟然已经讲得比家乡话还要好 为了要让这群外籍配偶融入宝山 现在新任乡长 还决定邀请这三百多位外籍配偶 一块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 来台湾习惯吗 习惯啊 来多少年了 十一年了 首帝摇旗一晚面线 来台十一年的印尼外籍配偶 不但嫁给台湾郎 还在台湾开店做起生意 很少讲 很少讲 很少跟印尼人讲印尼话 所以你现在还记得怎么讲印尼话吗 简单很会啦 来台湾太久返忘了家乡话的 还有这一位 我讲 就从印尼来台湾 自己的越南母语讲的吞吞吐吐吐 国语倒是说的六道不行 小小一间不到食品的面店 从老板娘到员工 就含瓜了印尼和越南两国 最终景象在新竹县宝山乡多的是 一万多人口 外籍配偶就超过三百人 来自十二个国家 俨然就像个小型 联合国一样 过来这边他们也对我很好 然后台湾看到的有很多山山随随很漂亮 宝山乡务农居多 农家认为外籍配偶吃苦耐饶 可以帮忙下田 纷纷取外籍配偶进门 为了让这群外地来的美娇娘 融入宝山大家庭 新南乡长带着各国小旗帜 逐户登门拜访 要邀请这群外宾来参加他3月1号的就职典礼 专讯好梦前说眼睛 新竹采访报道